請人抽菸也要注意 因為依據菸害防治法的規定 不只商店不能夠賣菸給青少年 即使是免費請菸 如果對象是未成年的話 一樣會觸罰 臺北市衛生局就開出了全臺灣 第一張罰單 是一名國中生遞菸給兩個同學 結果被罰五千塊 這樣一個遞菸動作 對飲君子來說習以為常 不過您知道 如果請菸對象 是未滿18歲的青少年 小新就會觸罰 不知道 如果是同學跟同學這樣 這樣為什麼還要罰錢 去年11月 北市就有三名國中生 躲在廁所抽菸 被人拍照檢舉 三人都被開罰兩千元 其中一名學生 更因為遞菸給其他兩人 觸犯陰害防治法13條 最佳一等再加罰五千元 成為首例因遞菸而被開罰的例子 如果違反陰害防治法第13條 遞菸給未滿18歲的人 他是要被罰則在1萬到5萬元 14歲到未滿18歲者 他可以減輕他的罰則 所以對這個個案 我們是以減輕二分之一 罰款五千塊為原則 北市衛生局祭出重罰 就是希望下一代遠離 菸害危險 所以不只商店不能賣菸給青少年 就連免費勤菸都會受罰 可不是什麼東西都能跟好朋友分享 明日新聞陳映平郭恩海 他也報導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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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аю